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可可 从这一期视频开始 我要出一个新的视频系列 就是家装 我们的新家上个月已经正式的交付了 要开始漫长琐碎 但是很有趣的家装过程了 因为这个房子是精装交付的 所以相对于毛皮交付的房子来说 整个装修的时间相对来说会短一些 而且也会更省心省事 我们这个新房的装修 会设计一部分必要的硬装改造 以及一些软装的设计跟选品 我打算出这个系列视频的一个初衷 就是我在跟很多我的好朋友 在沟通的过程中发现 其实大部分人跟我们一样 它是有审美的要求的 但是缺乏在家装专业领域的一些知识 储备跟积累 所以在拿到房子之后会很迷茫 不知道自己要从哪里开始着手 也不清楚自己的实际的需求 更别提什么界定风格了 我希望我能把这个过程 尽可能的记录跟还原出来 在我看来 就是比起去展示自己的审美品味 在完成的时候出一个room tour 做家装视频更重要的 可能是记录整个过程里面 我们如何厘清自己的思绪 跟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够让花了时间看这些视频的朋友们 觉得有所获得 我在这一年里面 其实也陆续接触了很多家装设计公司 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一上来就会问 陈小姐请问你的预算是多少 你的家想要中式法式还是美式呢 当然不可否认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们一样 就是在一开始是完全不知道怎么去判断 如何得出一个合理的预算的 也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喜欢的是属于什么风格 而每当我去反问他们说 请教我们一下 如何去测算一下这个预算 如何去确认一下这个风格的时候 他们通常会回答我说 请问你想要哪个牌子的家具啊 你想要什么档次的啊 可是说实话 就像我这种没有专业的 基础知识积累的一个业主来说的话 我怎么可能会在最开始就知道 我要什么牌子的家具呢 对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所以我在一开始就一直没有决定下来 到底要跟哪一家的 家装设计公司来合作 一直到有一天 真的是无意中啊 我跟我的好朋友Sissi 在定期的去catch up聊天的时候 我才发现原来他 就是疫情之后这段时间 他一直跟他的好朋友 就是设计师丢丢一起 做了一个家具设计的工作室 然后在这两年里面呢 已经承接 和完成了很多有意思的项目 比如说有在北京的一个boutique酒店 也有一些私人夜主的家 我在看到那些成告的图片的时候 觉得还蛮喜欢的 我很清楚的记得 就是最开始跟Sissi在聊天沟通的过程中 他问了我一些关于比如说生活习惯 兴趣爱好 然后一些个人观念的问题 我就反问他 我说你问的这些问题跟家装之间的联系是什么呢 他就回答我说 比起所谓的风格 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你的生活方式 家应该是承载你生活的地方 而不是用一个模板让你去fit in 哇塞 当时听到这句话简直是一下子击中了我 于是后面我们陆续有了多次在电话上的沟通跟探讨 可能因为我跟Sissi认识很多年了吧 他对我真的很了解 然后我们在很多方面的理念上都是高度契合的 然后设计师丢丢我之前在上海见过 我们一起去参加过论坛 一起去过展览 然后一起吃过饭 我也知道他的审美专业能力 以及知识储备各方面 所以即使知道自己即将面临的是一个在异地的设计团队 我和威蕾在商量了之后 还是决定要跟他们一起来打造新家 在交房前他们早早就给我们提供了4份问卷 让我们来填写 这也是蛮新奇的体验 因为我们之前装修房子的经验里面是没有这一环节的 这4个问卷其中一个是关于业主家庭成员 职业 各方面喜好 交友圈 价值观等等方面的问题 还有一个是关于空间动线的一个问卷 最后一个是关于储物空间的一个问卷 其中有几个问题我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跟威蕾在一起讨论的还是蛮多的 第一份问卷是关于业主 当初为什么选择这套房子 喜欢它哪一点 我觉得它很符合我们的功能性的需求 特别是在空间上会有很多不同家庭成员的功能的分区 不管是生活方式情绪类情感类的需求 还有就是日常真正生活的习惯性的需求都可以来满足 对 所以这是我当初很喜欢它的原因 我这里写的是最喜欢点就是说区域可以做明确的划分嘛 就是可以满足全家人的需求嘛 基本上就一个意思吧 这是您的第一套房子们它的定位是怎样的 我写的是近十年如果没有太大的变化的话 是不太会做更换的一个 就大概是这样子的时间的跨度 但是我是说这样子 对我来说我觉得我也跟你一样是觉得就五到十年是肯定 没有什么变化也是不会太大更换的 但我自己会加一点 因为小孩子在不断的成长 那我们也在更成熟 反倒是对于它的很多使用上跟功能上 是会有不同的迭代的 所以我对它来说 我觉得它是一个成长性的空间 是啊 这没错 就等于小孩子小的时候可能他玩的那种空间更大一点 在长大可能相对来说可能会有点改变吧 对于颜色有什么偏好 我是写的 我没有很指定的颜色 但是我不喜欢太暗的 或者是说不喜欢太艳的 然后太艳的我OK 我不喜欢饱和度特别高的 就是饱和度高我可以接受 但是它不可以是大面积的 就比如说它可以在某个地方出来一个点缀的地方 是一片比如说一个墙色 眼睛之笔 但不能说一整面墙都是那种一艳的颜色 我也是 然后我不太喜欢家里是那种灰的黑的 就是看上去很冷 然后我看上去非常的暗的 就太冷就不太行 对对对 我喜欢家里是明亮温馨暖色调 有没有住过非常喜欢的酒店 或者已经种草的酒店 就我比较喜欢那种好像那种很有孤独感的酒店 然后在一个深山啊或者是在一个什么 峭壁啊或者是在一个某处 然后就是那种 对但是它要很现代化 然后对可能 对啊就是那种有那种feel的 我就可以 你说内饰是什么样子的装修 那对相对现代化一点嘛 对 什么样的人可以让你愿意和他待上一天 有趣的人 有意思的人 然后看待问题角度很不一样的人 或者是很特别善于发现周边美好的人 嗯哼 就是我是两种了 一种是要么就是像你刚才说的是那种 可以跟他就是学到多一点东西 或者他的角度不一样 一种是这个 还有种就是可以让我跟他在一起 可能不说话也好 不什么也好 就可以不尴尬 就是可以待一天的那种 就是没事就讲两句这种 这种我也很愿意待 就是那种有的时候懒的时候那种 嗯 那这个就不可能是新朋友 对啊 就是就是很熟的朋友 如果可以和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 交换一天的生活 他是谁 一个专才 就他可能是一个艺术家的 比如说画家 一个舞者 或者是他是一个科学家 或者甚至说什么工程师之类的 但是他有自己非常专业的领域 然后非常专注的一个人 我想去体验他这种专注的一天 是怎么样子的 他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你理想中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我的理想生活状态就是做一个 就是享受极限运动的人啊 就不管是做攀岩也好 做登山也好 你知道吗 跳伞冲浪都可以 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生活方式 是那种无忧无虑 自由自在的 没有任何包袱的 没有束缚的 但是呢 多少还是要有些经济收入的 然后但是不会需要为钱犯愁的那种 我理想的生活就是 尽量不要焦虑 不要活在一种自我的那种焦灼当中 希望我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样子 或者每个阶段都是我自己比较 趋向于我自己喜欢的 我自己就是很理想的生活状态 想要了解对于这套房子的定位跟期待 就是对于空间区域的需求 这个还是蛮重要的 通常是谁使用客厅 那我觉得未来的那个 应该是我们两个 就是大人跟我们招待的朋友 可能用的比较多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厨师呢 通常多少人一起下厨 有没有人帮你 现在 我是传说中的厨师 只会做一个烤鸡的厨师 会做但不做 通常是阿姨一人下厨 或者是我妈 对吧 罐装盒装的食物 有没有足够的储存空间 好像不太够 没有没有 要需要改的 我们家罐装盒装的东西还是很多的 对 冰箱需要多大的储存空间 好像 这个因为也改不了 我们现在那个双排冰箱 我觉得够的 但是我觉得可以在某处 它不一定是在 加个饮料 加个酒杯 加个冰柜 哦 我懂你的意思 就是像温州 像爸妈家就是 冻什么黄鱼啊海鲜啊 之类的 需要的时候其实去拿的嘛 对吧 我觉得一个大冰柜还是需要的 嗯 你满意单前居住环境里 料理台的高度吗 其实偏矮的 我不知道 我没有去那边看过 我自己做 我自己切菜的时候 嗯 是会就是久了 会觉得这块有点疼 卧房喜欢什么样的颜色 什么样的颜色 卧房喜欢什么样的颜色 什么样的颜色 让你觉得宁静放松 奶白色 奶咖色都行 但是是暖的 是吗 干净的 我觉得卧室满足你的需求比较重要 有一段详细问题 起床会有哪些习惯 是否需要健身空间 好像 我觉得那个夹层 可以有一个做瑜伽 或者拉伸的空间就可以了 普拉提瑜伽的地方 因为你那个也 你也就只能做点电商运动 对吧 你也可以做点拉伸什么的 是否需要影音室 是否需要酒吧 不需要游戏室 影音室 我觉得没有必要单独的影音室 就是需要影音的空间 或者影音的区域 但不一定是单独的影音室 是否有庭院 有的呀 有的 会在庭院做哪些活动 小孩玩乐吧 好 OK 最后一份问卷是 从功能性 家人 第一个是关于玄关的 您和家人 各有多少双鞋子 哇塞 这个好像 我有100双吗 应该有 我可能20到40 40双我可能有 天哪 30双 我写30先吧 我跟你讲肩码 光肩码就不知道 有多少双鞋子 肩码鞋子太多 厨房 厨房的话 您的餐具 就量大致是 不少的 我觉得可能有 肯定会有一套嘛 对吧 一套可能 比如说几十件 68件 通常是48 68个跌头 对吧 您的各类 化妆品及护肤品的数量 分别是怎么样的呢 海量 而且海量 未来是否有孩子玩具 需要什么 不是未来 现在就要 right now 你感叹 现在 OK 没有了 没有了 完成了 搞定 我和威廉借助这一次填写问卷的机会 对于新家做了一个初步的跟系统的讨论 我们都觉得这次讨论这一次问卷的填写 帮助我们厘清了很多 对于这一个家的一个定位 也就是我们对于每一个区域的大致的需求 我发现虽然通常在一个家里面 男业主好像不太会去强调自己的一些喜好 需求 会比较多的去迎合太太的决定 可能是跟太太更加深入的去参与 以及操持整个家装的细节有关 但实际上男业主是有自己的空间动线 功能需求以及审美要求这些存在的 像我跟威廉从大学到现在 相处了十几年了 其实我们生活上的默契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即便如此 我们在填这些问卷 然后谈论到一些细节上的时候 还是会发现我们之间存在一些分歧 跟不同的侧重点 我很开心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 察觉到这些差异 我也觉得这些能够帮助我们去更好地 打造一个更有包容度的家 让每一个家庭成员都会觉得 是在一个更舒适的居家环境里面 交房后我跟威廉基本上每个几天 就要跑去现场去看 去那种进入式的体验想象跟讨论 每一个区域的一个安排 这期间梁芳师傅有跑过来测量了一下全屋 然后设计师进行了一个放图 再根据整个测量的实际的状况 做了一些大概的每一层的空间上 不同功能的一些设定 于是我们和设计团队有了一次视频会议的沟通 主要是再次确认一些非常重要的细节 以便于设计团队他们来去相对准确地做一个mood board 还有就是相对完整的一个硬装改造的出稿 OK 大家下午好 可可威廉好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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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CC 这是丢丢 好 你们好 你们好 那前期大家已经完成了四份很详细的问卷 问卷中主要从两个层面来挖掘业主的需求 一个是感性的层面 主要是跟审美 艺术相关的 另外一个就是理性的层面 主要是功能布置 以及未来的一些使用动线 然后今天我们主要是针对问卷中 来挖掘出来一些功能的使用的这个点 来跟二位再做一次double check一些确定 餐厅的这个建议其实是上次来我们家一个朋友提到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就是 整个房子唯一的我觉得一个使用上的bug 就是厨房太小 因为我们的厨房使用率 以及就餐的人数也不是特别少 所以现在的那个厨房 根本就没有一个料理台的区域 它有料理台就是两个死角的部分 基本上是不太能够去做一些切啊洗的动作 所以我们就想说那能不能把原来餐厅的那个位置 取代成变成一个西厨的倒台 这样子一是我们咖啡机啊 然后还有一些做早餐的地方啊 就是还有备料区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单独的区间了 然后就够用了 就是我们想说就是一楼放那种餐厅就是那个餐桌 然后边上可能会摆一些相对休闲一点的边沙发什么之类的 就是那种类型吧 就是也不能说完全那种 但是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研究完之后包括看现场照片 就丢丢也认为一天中可能最好的一个采光 最好的一个位置其实是在一楼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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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我会考虑说 如果那个区域我们只单纯作为餐厅来使用的话 那它虽然说就是不会造成空间上的丰富 但是那个空间的使用率就太低了 我们只能说是吃饭啊 或者是就大家一起去在餐厅的时候才会到那个区域 平时比如说我们待得很长的 像这种在客厅的这种休闲啊 这种去完全放在地下一个没有采光的空间的话 我会觉得这样整个在人的就生活动线和舒适程度上并不是很舒适 所以刚刚威廉也提到了 我觉得很好的一个建议就是说 我们在餐厅的旁边可以做一个小一点的休闲区 因为这个休闲区就是我们在等待吃饭的时候 或者说吃完饭的其他时间的话也可以坐到这休闲 然后大家闲聊 因为我们的这个一楼正好对着外面的这个院子 采光也很好 所以我会觉得在这个区域白天的一些休闲活动 或者是大家的一些沟通 在这个区域会比说我们吃完饭就直接去地下室的这个功能厅会方便 以及说让人的舒适感上会好很多 大概每天早上比如说举个例子 可可8点起然后William 10点起我只许个例子 然后一天你们的这个穿行区域的这个空间 比如你一般什么时候就出门了 然后谁先来跟孩子互动 就这个大模块其实会对于空间具体的规划会非常重要有用 我想请问一下你了解这个它是背后是跟哪一块有关系的呀 我觉得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去定义风格 我们很相信的一个点 你真正的这个空间要反过来为人服务 所以说非常细的就是细到近可能多的 可能未来我们还会有很多来问你们 到底这个你在床上你喜欢哪种床 包括要选乳胶垫的时候 是五星期酒店的时候你喜欢还是很软的枕头你喜欢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通过你没有目的的描述和表达的时候 我们才会发现的一些点 明白 因为家这个东西更重要的是给予我们能量 而不是我们fit in一个东西 我们下面的交流中会有很多这种像朋友一样聊天的状态 因为只有朋友聊天的时候 大家才会放松 你风的话才能有那个真实的自己 我其实也在问嘛 就是你们大概 可可跟威廉 就是你们两个需要的 衣帽间的面积大概需要多少 或者是举个例子 比如说威廉的东西大概几个柜子能装下 然后可可的需要几个柜子 如果都是挂式的情况下 我首先讲一下有个前提 有个前提是我们 因为其实有很多储藏空间的 我们二 就是那个副一楼有个夹层嘛 那个当时我说 可以用作姐姐的一个练务房 练工房 但它其实是一个有高低区的 那低区其实我想要把它弄成一个 可能就是专门挂衣服的 就对于我们来说 这个三楼的更衣间更像是当季衣服的收纳 就可能把当季要穿的衣服就挂在我三楼 但其他的比如说 不是这个季节的 或者像鞋子 我们其实副一楼也很大的空间可以放 所以我就觉得三楼我们这个更衣室的定位 就是当季衣服的收纳 对那现在如果要以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我们现在就是衣帽间的大小是足够放下你们的衣服的 就是书房的区是更需要安静和以及更私密的 所以我们就整个是一个步入式的空间 从衣帽间直接再到我们的书房去 这样就是既能够把我们的衣帽间和主卧分开 然后第二动线上面的话 不至于就是我们去衣帽间的时候就要再路过书房 就等于其实书房最后的一个休息点 明白明白 关于梳妆台 因为其实你看我在 我在那个阁楼那一间也做了一个梳妆台 然后在这个衣帽间这个区域也做了一个梳妆台 因为我考虑到整个在动线以及使用上的话 可能我们化完妆或者说有一个那种像维密一样那种大梳妆台 在那个衣帽间里面 第一是整个感受上女主人的感受上可能会更酷一点 更炫一点 是这样的 我们因为我们主卧里有一个洗手间 就如果是日常的那种非常简短的话 我可能更多是会在那个浴室的洗手间里面 就护完肤 然后轻微的可能遮个霞 然后就出门了 那我其实一周化妆的次数也不太多的 可能就两次最多三次了 我为什么把更衣那个化妆台放到了阁楼 是因为阁楼有自然的采光 它的那个妆容画出来是最漂亮的 所以我个人是没有更衣释放那个书妆台的需求 ok 明白 那这块没问题 我们这个化妆的区域完全就可以再改成柜题 还有一点是我想再提一下的 就是放书的空间 就我们可能随手到一个区域就可以拿到那个区域 我们觉得比较适合的书 这样也也有助于培养小孩子的那个阅读的习惯吧 就比如说在二层 小朋友两个房间中间有一个空区嘛 我们一边想要做 对我们一边想要做小朋友的一个像书桌的地方 然后另外一个角落可能可以做一个 可能规划一个像阅读脚一样的地方 就有一些小朋友的书 有一些我们的比较休闲的书 杂志什么的可以放一点点在那边 这个现在已经有考虑到 而且就是姐姐跟弟弟的房间的那个 这个床头柜也考虑说是可以能够随手放置一些收纳的书籍的东西 所以我现在考虑到的是这样子 然后集中两个人 两个人沟通和姐姐和弟弟同时 可以在中间的这个区域的话 也会放置一些休闲的看书啊 读书的这种区域 所以我觉得书会是这个家到时候那个氛围 很灵魂的一个线条穿起来 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一个案例是 那种很矮的就是编辑圆的 然后那个书你就可以自己摆成各种各样的样子 它除了有装饰效果之外 然后它让你的这个拿取会变得非常的方便 然后你们家那个两个宝宝年龄差十几岁 姐姐四岁半多 然后弟弟现在十一个月 差三岁半的样子 三岁半 对 大概 我传说中最好的这个三岁 姐姐现在那个展露出来的就是她喜欢的那个爱好 就她如果在家她比较喜欢 这个叠东西还是怎么样 这个稍微描述一下 所有很女生的东西她都很喜欢 她喜欢打扮自己很爱漂亮 非常喜欢自己去挑衣服挑裙子穿 然后出门穿什么衣服 然后搭配什么鞋子都是一定要自己来做主的 另外就是很喜欢画画 就是每天都会有时间自己在那边画画各种画 对 在家里她是非常活泼的 所以弟弟没有显现出很明显的关于human的特质是吧 暂时还没有 但是她的大动作可能比姐姐要会快一点 但男生嘛 她应该运动能力还不错 就是她的大动作一些运动能力啊什么会比姐姐要强一点 你们俩到底什么样的人包括宝宝的性格 我们想让他们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个再来反推我们选择什么样子的儿童家具 是环保的是童真的 然后是锻炼动手能力的 然后挖掘他们的advantage 他们的这个优点和特点 就让家的这个能做好多事情 它可以激发她的创作 还有一点我想要再提一下就是因为之前你提到可能通过我给你的图 还有一些问卷 你觉得我可能会喜欢对称性的比较规整的然后很干净的那种画面 那是我自己本身的一个就是我看到之后那个有感觉就存了 但是当我看到她选那些图的时候我是会觉得有惊喜的 我并没有说特别的排斥 我觉得哇就是好像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东西 但是我看到会觉得比我原先的那个更有感觉 刚开始啊 因为这毕竟是两个人的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一个家嘛 刚开始的时候我也经历过这个阶段 其实再需要一个他把你拉过来 然后你们再回过到我们这边再往回拉的这个平衡是很必要的 然后各种各样那个品牌文化它背后的那个家具挺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到时候看然后找到那个那个点 那个既让我们觉得很有惊喜 但是又比较卷勇的一个十年的家 嗯明白 然后现在就有点像我们比如说出入去了解说视频 你得先逛街 然后目前得让你们要过眼花缭乱的阶段 因为软妆到时候跟小的艺术品是跟我这边对接比较多一点的 嗯 即便你很多人觉得我好迷茫 但必须要有这个过程 所以呢我发了两类信息 第一个是我现在贴在群里面的家具ins账号推荐 然后像分成五个类别品牌类 然后设计师和事务所类 然后再下面是这个平台类 嗯还有博主类啊然后媒体类 对媒体类然后你就去ins上你们就可以把他们关注起来 就有点像我们从18岁开始要买第一个香料包包 你还搞不清那个到底有几个款对吧 然后你我发的都是又没有那么主流 但是品位非常高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没有事就到relax 然后可以看看其实很有意思 然后我觉得那个因为装修是一个特别麻烦的事情 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东西的核心 其实很像婚姻 就是我们彼此的沟通 然后我们去解决问题的能力 因为装修不遇到任何的这个七起伏伏 不太可能的说实话 对 对 所以主要是沟通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明白 好啊 好 那接下来两周时间 设计师会根据我们前期的所有沟通 来出一版比较准确的Moodboard 然后还有就是相对来说 比较完整的硬装改造的初稿 我和威廉这边这段时间 就要多去逛逛上海这些线下的家具买手店了 然后就是多在网上冲浪 都看看City推荐的那一些 可以作为参考的一些账号 把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些东西 小单品什么的 拍下来 截图下来 这会是一个不断的去吸收 然后去归纳和筛选的过程 最后能留在我们手机里的那些图片 就是设计师团队可以根据这些 来提取出来我们真正喜欢的风格 再精准的给出他们在软装产品上面的推荐 反正我真的很期待很期待 我觉得装修自己的家是一个 很有幸福感 很有期待感的一件事情 我希望自己可以享受其中 我也希望这个系列的视频 可以让你们在看的开心的同时 也觉得没有浪费自己的宝贵时间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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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